11月9日 香港有市民發起人間記者會 發起人包括前香港警員石芳友 靜音會副秘書長高松傑 發起人稱 記者會的目的是想為普通人發聲 呼籲真正愛港人士與暴力割席 為特區政府和警察加油 出席發布會的鄭一哥倚先生 是被黑衣暴徒圍毆的人之一 9月14日 倚先生參加一個愛國活動 被黑衣人圍堵執罵 他隨手摘掉黑衣人頭套後 被打到頭破血流 見到有個木字面 很囂張 在這裡叫囂和指罵我們 就衝過去 把我的頭罩脫下 跟著那些所謂護法五六個衝過來打我們 打我一個人 那一刻就自己保護自己 但如果要問我之後的感受 我都覺得是對的 那些人戴著頭罩什麼都敢做的 完全都沒有責任的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會這樣戴著頭罩 我戴著頭罩 我以我記憶啊 我在香港出生 80年代打擊金譜的人才會這樣做 作為一名前警員 史房友多次出現在撐警的活動中 此舉不僅讓她成為黑衣暴徒起立的對象 更是牽連到了她的家人 那兩個戴著口罩的年輕人 就認得我的女兒 直接衝前去 就用一些整個外賣碗 裏面裝著一些湯渣 送菜和一些煙頭 就直接由頭 臨到落身那裡 臨到我女兒那裡 那我女兒當我女兒讀孫四的 未夠15歲 多次保護國旗的護旗手高松傑也沒能例外 黑衣暴徒對她格外照顧 每天都有人以她的名義 預訂外賣 酒店 購物等 甚至被捐金 第一 我聽到收電郵的聲音 我就會害怕 因為就會見到一些起底人士 就用我資料去訂不同的東西 那平均你想想每天五六個 跟著如果貸款 貸款在網上申請完 那她下午我工作的時間 就會不斷打電話給我 對於我來說是造成不少壓力 受傷害的不僅只有香港市民 還有這座城市 發布會上整理的 特區政府部門通報的官方數據顯示 截至10月29日 累計有85個港鐵車站 及60個輕鐵站邂逅被破壞 460組交通燈被破壞 超過600條公交線路受影響 超過4萬5千米道路欄桿被拆除 主辦方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 同時希望香港市民都能站出來 反欺凌 反暴力 早日實現止暴制亂 香港能回歸往日的平靜 更多精彩 既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既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